歡迎收看小明星 我們現在看到中國 它現在號稱它是一個航太大國 它現在發射火箭 感覺上就是豆地泥乾 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也是一個 非常不負責任的航太大國 當它在發射火箭的時候 火箭都有所謂的脫落的這些殘骸 殘骸你就看到 這個在中國的西南一個小村莊 市長 你說這個東西非常可怕 因為它從天而降 從天而降它會造成爆炸 不但造成爆炸 剛剛看到那個橘紅色的火焰 你說那含有劇毒 對 沒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呢 中國前一陣子在西昌的時候 發射一個成功的火箭 結果發射火箭沒多久之後呢 寶傑 周邊的人就倒大煤了 因為這是在貴州省這附近的時候 這在貴州 對 這個鄉下人都拍到這個畫面 拍到這個畫面 你可以很直接的看 那很像就是一個火箭的載體呢 它就從天而降 掉下來 你看周邊的人當然很害怕啊 就往外這個往外跑啊 結果沒想到 寶傑 後來他們還把這些畫面 完全都PO上了抖音上面去囉 很多包括打到這個村莊的這個照片 然後造成殘骸的這個畫面 他們因為第一個時間 他們都是把它拍下來嘛 你看這個火箭的這個殘骸 在這個地方 你看就這樣子 這樣子喔 然後就把它拍下來喔 就上抖音去喔 結果沒要上抖音之後 沒多久就這樣 這些就完全就下架 就你在抖音上面 或在中國網路上面 都看不到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就是 它從天而降 後面有這個非常長的橘紅色的火焰 掉去了以後 他把這個民房 把這個莊架 把這個所有的地方都給毀掉 而且掉下來什麼 掉下來就是這一劫 對 沒錯 後來他們人員來的時候 他們有跟CNN的這個記者表示說 他們在睡下來的時候 還有聞到非常難聞的氣味 還有爆炸的聲音 有氣味 對 還有爆炸的聲音 那不只這樣 後來就有人員就說 來了就說你們不能夠拍照片 而且你們不能夠在網路上 散播相關的影片 但是還是在他們來之前 還是已經有人把這些影片 都弄出去了一個狀況 所以說這個是 長征二號丙的運載火箭 對 沒錯 這個是主要是6月22號的時候 他們在西昌的 衛星發射中心的時候 有這個中法 要搭載中法的這個所謂衛星的 長征二號丙的運載火箭上空 有這個喔 對 就是這個上空 那當然啦 發射是很成功 因為他們就說 這個標誌的 中國跟法國衛星合作的部分 然後我們中國也可以幫你 發射衛星了 結果沒想到 因為他們不像伊朗馬斯克 伊朗馬斯克的這個火箭載體 只可以回來 自己回來 然後還可以回收再利用 中國沒有在玩這一套的啦 發射出去之後 反正我們這火箭這些 什麼廢棄 我們就完全不玩了 而且他們也沒有計算軌道 保證 正照理來說 你要合理的就是計算軌道 我會落在什麼地方 然後我警告相關的人員說 可能到這個地方 保證 你知道 他們現在的衛星這些殘骸 不是只有掉在中國境內 他們還掉到全世界各地都有啊 所以你知道事實上這個 真的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行為 而且你還會講說 現在如果真的掉到了地面上面 造成了一些房屋的損失 你覺得還是小事 它最可怕的 是它後面那個 深橘紅色的煙霧 對 沒錯 好 那這一段畫面來說的話 大家當然就是在外面看嘛 看的時候 大家原本也不知道在哪裡 後來就針對這個網路上 發布的這個IP位置 還有經過專家的比對說 我的火箭發射上去之後 可會掉在什麼位置 現在確定應該在 貴州省的這個秦南部一組的 這個苗族自治州的 這個浮原泉市仙橋鄉陣附近 所以就是說都把地點都弄出來了 但尤其是現在呢 這個大家看這個影片之後呢 寶傑人家 就這樣炸開 對 寶傑人家 國外的專家看到這個影片之後 完全傻眼 為什麼 他說其實最嚴重的就是這個毒 這個氣體 這個氣體 這個爆炸這個不是煙霧 這不是爆炸後的煙霧 是 剛剛看到 這個 寶傑人家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再看一遍 它都是毒氣 對 也就是說爆炸之後 照理說就是火焰嘛對不對 結果被它爆炸之後呢 它就開始有毒氣溢出來了 溢出來了之後 是專家看到這個的時候 那都毒氣 對 這個一個斯德克某的 國際和平研究所 它是火箭專家 席樂 他說 他說這個影像中間的 這個神橘褐色的這個氣體呢 他說是來自 因為中國的發射是用所謂的液態燃料 液態燃料中文有兩個 一個叫做二氧化二氮 另外叫P2甲頸這個東西 這個英語叫做UDMH這種氣體 他說這兩種氣體才會形成這樣的顏色 那這樣顏色來說的話 寶傑他說呢 這是含有劇毒 這種空氣一出來的話 絕對會讓周邊的人都深受重傷 那他就說呢 因為這種這兩個合成的化學物品呢 在美國或是歐洲呢 他們現在火箭發射都盡量不要用 你說不能用這種液態燃料 對 沒錯 所以我現在只有中國跟俄羅斯還在用 對 那用了以後你也不好好的規範 你也不是要掉到一些人葉稀草的地方 對 你就直接掉到一個村莊裡 因為你也沒有警告啊 沒有警告相關人員啊 你有可能會掉的位置 你也沒警告 所以我們才看到 這些人員慌慌張張張的往外跑的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講 這裡面其實比較嚴重的叫P2甲頸 P2甲頸來說它有強烈的毒氣 而且你知道它可以致癌 而且它可以透過你的皮膚 那透過你的皮膚來說的話 它就說會有什麼肝損害啦 然後急性會有急中毒 還有發生全身的這個痙攣作用 嚴重者可以突發性強到全身痙攣 然後在大小便失禁 引發昏迷 還有腦水腫等等 等一下 它還會腳功反彰 如果是腳功反彰 那就是一個神經毒 它會全身扭曲啊 對 你就知道事實上這個毒性非常強 那你知道事實上因為現在已經在這個空氣中了 所以當地民眾恐怕在未來一段時間 都會遭受到健康的這個威脅 難怪你看這些人多麼驚恐 而且你要是空中看到這樣的畫面來說 我一定也嚇死了 我也嚇死了 對 那個爆炸之後 然後有毒的黃色疫情就出來了 所以當地民眾現在真的很驚恐 而且剛剛講的 現在好像不是單一事件喔 對 在中國的廣瀉 在中國的貴州 動不動就天降火箭 天降火箭剛剛講的 過去我們都看到 是殘海造成這個地方的一個傷害 可是這是第一次 非常清楚的拍到這個毒氣 它這個毒氣不是在空中 剛剛講的有一個深橘紅色順的下來 它爆炸之後 這個毒氣擴散它的量才可怕的 對 沒錯 事實上在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們在中國境內來說 有掉過非常多 你看這是之前的 火箭殘坦就這樣往下掉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就整個爆炸一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之外 這是之前的畫面 然後後來2023年 你看就這樣掉下來 然後他們當初還說 我們精準的判斷 它會掉在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已經事先有發一些警告 那都是毒 對 但是那都是毒氣 這是2023年發生的 掉在廣西的這個狀況 那後來他們就說 有啦 我們有通知他們啊 這個就掉在一般民族 對 掉在一般民族旁邊 你看就掉在旁邊裡面的一個狀況 他們就說有啦 我們有通知他們當地的 可能就是附近的人 全部都停課的這個狀況 但是你不可或言呢 它還是對當地的這個 所謂民眾的環境 造成非常大的這個影響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全世界 現在對於中國的火箭 都覺得非常的厭白 你居然可以在印度 你可以在印尼 你可以在香港海 你可以在菲律賓 都看到中國火箭的殘骸 對 沒錯 實際上因為中國火箭 它主要是這樣 往上推的時候 這個最重要的推進器這一節 它完全就不要 這個掉在中國境內 大概都是這個 但是等到上空的時候 還有第二節的火箭 它第二節火箭就開始亂丟 亂丟的時候 它原本以為可以在大氣層裡面燃燒 但是燃燒不完全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到全世界 又掉下來 各個地方去 好 那你看現在掉到什麼地方 印度也有 然後菲律賓也有 印尼也有 現在連非洲的象牙海岸都有 可能是 這個中國 靠著這個火箭殘骸 丟到全世界去 所以它事實上 各國人是 特別前一陣子不是印度人就說 這個菲律賓人說 我們也撿到這個來自 這個中國的這個火箭殘骸 現在反正全世界都撿得到 中國火箭的這個殘骸 好 大家講中國常常講 號稱他們是一個航太大國 好 但是他們現在 連月球都可以登陸 而且可以月球登陸月球的背面 這個是一個新的創舉 當然非常厲害 可是現在也被檢舉出來說 他們的工程品質太差了 沒錯 他們的材料原件真的太爛了 最近波音不是一直在出世紀嗎 波音出世紀 很多它的737 都建議說你沒事 你不要做737 現在知道了 因為737要coast down 737要coast down以後 它很多的材料往外購 往外購有一個重要的鈦金屬 來自哪裡 來自中國 而這個鈦金屬的原料是有問題的 對 沒錯 像中國今天的確號稱說 他們從這個月球背面 拿到了這個樣本 已經回到地球了 所以他們當然是覺得 哇 我們的航快基數很好 但是他們有些零組件 真的是有很大問題 我們前一陣子不是737常常出包嗎 要嘛就是基筆掉了 要嘛就是旁邊的這個基益來說 很多零組件脫落 結果現在美國調查就說 為什麼 因為他說你們波音 買的有一個鈦合金 可能出了很大問題 因為他們要coast down coast down的時候 他們當初找了一個鈦合金 是找什麼 找中國公司 這個中國公司叫做保泰集團 保泰集團 對 保泰集團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說 為了要通過認證的時候 這些中國員工 疑似是有在這個認證文件上面造假 所以看起來的話是合格的 就合格來說 那波音當然不查 就去引進 引進之後就沒想到 就把這些的用在什麼地方 用在什麼 787的這個登機門 或是貨艙門 還有引擎的這個 還有機身的零件 然後737系列用到非常多的零件 包括說像 引擎還有機身連結的零組件的 這個防熱護照 所以不是只有737 他說連787都有 難怪 之前737就出了一件事情 倒不然我看這個圖 對 我就懂了 要不要那麼旁邊 對 他的整個艙門 對 直接脫落 是 艙門直接不見了 對 那個艙門為什麼不見 他上面有個連接器 這個連接器就是泰 對 就是中國的保態公司 對 沒錯 你看還有包括說引擎 跟引擎連接的機身的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 為什麼這個引擎後面這個 後來就會這樣子 所以他講的 都真的就是 他們美國查出來 就是這些東西啊 那基本也是一樣 都是保態幹的 所以就知道說 事實上 這個中國雖然說沒有錯 他們真的是 這個目前為止 有非常多的這個太空壯局 但是似乎零組件上面 或是發射火箭的過程中間 還是有非常多 跟美國有一段差距的這個部分 好 雨萱 剛剛講的 中國當然講的 中國現在有這烏漏偏逢連夜 與現在的水災越來越嚴重了 剛剛講到的 現在不但是熱 他現在在湖南的長達 剛剛講的一個小時 居然下了54個西湖的水 而且這種水淹金山寺的狀況 到處可見了 對 沒有說現在中國 叫做水生活熱 尤其他南部的地方呢 全部深陷水患 現在你看到的畫面是通通都是潮渣 為什麼理由很簡單 他瞬間降了 我們講7.68億個平方米的水量 所以這是54個西湖 你先想想看 瞬間石魚量 每個小時超過60毫米 灌進來變什麼 就變游泳池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什麼 事實上是地鐵 是火車站 那個地鐵的水都淹上來了 對 最可怕是什麼 樓梯變成步步 以後這個地鐵還能用嗎 當然不能用啊 因為整個所有的守扶滴 電伏滴全部都廢掉了嘛 所以他索性說這個水不要灌太快 裡面的人大家跑得出來就沒事了 而且不只是這樣地鐵被淹 你看看是什麼 火車站也被淹 甚至連賣場 通通 各位啊這個賣場 你想想看一樓在哪裡 完全看不出來 它整個生鮮超市 包括它的牛肉 它的豬肉 是它的蔬果 通通都埋在水裡面 而且更慘是什麼 停車場 停車場這個水 車子只要一旦泡過水 通通都廢了 但是你看這些 我們講的所有的這個車主 根本也沒時間去顧及嘛 跑都來不及了 而且你有沒有仔細注意到 這個水流 湍急的深度代表什麼意思 可是這可怕 它在車上開的 它根本出不去 全部擋住了 對沒有錯 以前大燈還亮著 代表想跑 但跑不掉 所以有些車主只能幹嘛 我趕快跑到車上去 先把我一些貴重物品拿了就算了 因為等到它回過頭來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連車都看不到了 整個完全都已經成為 洋洋洋一片嘛 就連馬路路口 我們講的 原本很多水溝開對不對 你看變成什麼 變噴泉 變游泳池瞬間都冒出無數的主要 代表他們的排水系統 根本沒有能耐去處理這些東西 但是 就是路邊 對 路邊嘛 最可怕的是什麼 當這些景象在發生的時候 溢嬌 甚至警察人員 沒辦法 還是要救援 你看喔 就有這個警察看到那個 有人在還顧著他的機車 有沒有一個阿伯 還要牽著他機車說 哎呀阿伯 機車別牽了吧 這個引擎都報廢了 你趕緊生命重要啊 趕快來回到岸上啊 然後你看 還慢著這個我們講 都已經水淹到胸口 至少150公分左右 到處去救人 這個警察非常的可憐 那有些民眾 只是倒大門 你看喔 開車開到一半 法輪哥你有沒有發現 車頂上面有什麼人 撐著雨傘 通通都是救災受難的民眾 因為他們全部困在車頂啊 所以他是開著車子 開著車子以後 車子不能動了 他只好爬到屋頂 車頂上 對 因為他等於說 他打開車門的時候 發現我前方也沒路 後方也沒路 通通都是水 那我總不可能涉水經過吧 所以他就怕到 只能躲在我們講車頂上 希望有人趕快來救援 但是有些人 就是有冒險 煥蛋精神 比如說我們講 有些外送員 你知道他幹嘛嗎 冒著這個洪水猛獸的奇怪 他還是一樣在 我們講幹嘛 送餐 甚至有外送員還在幹嘛 游泳 各位你看 這是送餐的 有人在游泳耶 在游泳的 就是我們講的外送員 他就這樣游著游著 人家想說他在幹嘛 難不成是在追餐嗎 因為他的餐點 可能被水沖走了 所以他趕緊還要去追 這傢伙非常的敬業 我佩服他 我們剛剛講 長沙已經很慘對不對 一個小時54個西湖的水量 造成地鐵都已經淹水了 這裡看到嗎 這裡是廣東跟廣西 剛剛講的 根本無隸屬的地方 雖然現在 雨已經慢慢慢慢小了 可是剛剛講到 水還是沒有退去 對吧 即便雨小了 到我們講 整個廣東的積水 甚至廣東被大水沖刷過之後 你看看這個斷岩殘壁的樣子 根本名不聊生 就算水已經消退了 但你已經分不清楚 哪裡是村莊 哪裡是道路 哪裡是農田 哪裡是樹立地 所以他們現在講了 總計這整個廣東 所造成的 不只是高達55個人 不幸上升 而且這還在統計當中 他們有13萬戶的人 直接斷電了 這個財產損失 你知道多少錢嗎 58億人民幣 這個叫做雪上加霜的打擊 變成本來經濟很慘 結果說現在一堆 整個廣東 完全被淹過之後 已經分不清楚 陸地跟我們講的河川 到底位置在哪裡 甚至他們講有一間酒莊 這地方根本就入斷了 對 而且你看 全部都剩下露館外 所以我們講 有一個酒莊 它發生什麼狀況 這個酒莊 它就原本 經營這種生意 有數以百噸的酒 就各位現在看的畫面 裡面原本放的是 數以百噸的酒 結果通通都被洪水沖走了 那裡面是個酒莊 對 都沒了 全部都沒了 因為全部都被大水淹過了 整個酒全部都湯水啊 全部都湯泥啊 都吃泥沙啦 他們說沒辦法 財產損失可能數以百萬 但現在我只祈求什麼 祈求說我趕快去跟他老婆 然後把這個保險褲打開 看看裡面還剩多少錢 撈出來 希望自己能夠 重新再度重建 所以你知道他們現在就是 悲催已經到這種地步 所以他的財產損失這麼嚴重 對 所以你就知道 58億這個人民幣的金額 不是隨便亂講的 但更離奇的是什麼 更離奇的是喔 他們在當中有這種漂流 因為我們講已經分不進入地了嘛 所以甚至他們講 有一個73歲的老翁呢 漂流了高達6公里之後 最後才獲救 那你知道他怎麼獲救的嗎 他就用了一個山板 然後滑滑 滑滑滑 滑到後來是警察發現他 才把他救起來 這個場景像什麼 就像一首詩 叫做孤舟梭利翁 他叫做梅舟梭利翁 但是這個還算幸運的獲救了 因為有更慘的是什麼 泥石流 你想想看這個大雨下成這樣 這個梅舟 到處各地都是泥石流 有些人是什麼 房子被人家衝走 有些人是什麼 直接被活埋在這個泥石流底下 甚至有一個司機呢 他就在裡面 然後你就看到 這個司機命大福大 為什麼 他被活埋了 就是你現在看到的泥石流 這是他的車子 他被埋了27個小時 最後竟然還幸運獲救了耶 甚至還有更離奇的畫面是什麼 人獲救就算了 還有一隻豬 有什麼幸運豬 你知道為什麼它是幸運豬嗎 來各位你仔細看 這個冷氣口上面有什麼 有一隻豬 有一隻豬仔 就這樣停留在冷氣的上方 他們講說因為原本大水慢煙 煙到連這個豬汁的高度 整個都已經煙過到那個冷氣上 他還活著 對那隻豬還活著 你知道他們叫他叫什麼嗎 他們幫他取一個綽號 叫做豬肩牆 因為實在太堅強了 沒看過這隻豬這樣被水沖來沖去 沖來沖去之後 竟然還可以好端端的 趴在這個冷氣上 等人家有救援 所以他們也趕快把這隻豬汁給救下來 他被救了 救下來了 然後把它封為豬肩牆 那另外跟他講的 這種泥石流從安徽到四川 到了貴州 到處都可以看到 對 沒有錯 剛才講到的就是廣東的地方 但你想想看 連安徽 連四川 四川是比較偏內陸地區 三千層的地方 都發生這種超大幅度的泥石流 比如說你看 現在看到的畫面是安徽 它後面因為它防止衣山放水 本來講說很漂亮 結果沒有想到後面的山坡 直接整個山堤滑落 把它家給沖走了 他在現場看到 這樣子我該要回到哪裡去啊 另外還有一個場景 在四川涼山這個地方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原本有個車子 黑色的轎車 你看開著開著 然後他趕緊趴走 為什麼你仔細看他後面 各位 這已經不是山崩了 這根本叫山堤滑落了 整個山都沒去 你看他那個幅度範圍之大 然後他趕緊請洩一下的時候 他趕快加速油門 就緊急逃離 緊急離開 因為在四川這個地方 也是我們剛剛講 土石流這個地方 他一樣每小時的降雨量 兩個小時之內 也是到達60毫米 就各位現在看到畫面 路不像路 然後泥不像泥 完全水跟泥巴 全部混在一起 你就知道 現在在整個中國的南部地區 因為這個持續性的暴雨量 跟牆對流 導致他們名不聊勝的狀況 非常的嚴重 好 玉鳳 另外一個我看到也非常緊張 非常壓力非常 這是馬特洪峰 以前是非常美麗的地方 在這個地方居然也出現土石流了 對 馬特洪峰這邊 阿爾卑斯蘭的 有個度假村 非常非常的漂亮 在過去來講的話 這個地方叫測馬特 很多人都覺得說 這個地方一定一輩子要來一次 這個對比也太強烈了吧 你看喔 左邊 我們先不要看右邊 左邊那邊 真的就是過去來講的話 林間小路 然後呢一邊登山 一邊看馬特洪峰 然後呢還有 山底下的一個測馬特的一個度假村 來這地方真的非常的舒服 你隨便找個地方走都是風景 但是呢最近它發生的土石流 就是右邊那個狀況 右邊的狀況 其實你看那個畫面是 剛開始還是小溪喔 結果上面 竟然一路棒棒棒棒棒棒棒 整個下來最後溪完全不見了 而且你看 整個就覆蓋住 它根本不是泥石 它是大石 都是大滾滾的巨石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它上面的直批 雖然你看出來 好像一鏡還是很輕率 但是呢 因為下雨 連續下雨暴雨的情況之下呢 你整個都被衝刷走 所以最後就變成這個樣子 小溪已經不見了 只剩下這個石頭 車馬特這邊的話 其實過去來講的話 沒有發生過像這個樣子 那為什麼會發生呢 因為最近天氣熱 然後天氣熱的情況之下 熱度有強盛 他們竟然在一天之內 下了量124毫米 而且124毫米在一天下 其實不會造成災難 問題是它這124毫米 是集中在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所以它一天的雨量 這樣124毫米 大家一天下完 應該有辦法來輸 但是他們的雨量 是非常集中在一個小時 所以一個小時 將近就下了124毫米 所以你看這個地方 旁邊其實過去來講的話 你搭這種火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為什麼你要欣賞這個路 那個旁邊的一個美景嘛 結果他們說旁邊以前是溪流 現在見面那邊滾滾洪流了 而且他們一邊搭一邊搭 這個會不會把他們下面的這個地基 給掏空 然後就掉了下去 過去來講的話 你在瑞士很少發生 看到這樣的狀況 但是最近來講的話 越來越多 他們說這個是30年一次的強降雨 而且這個路段橋跨 因為過去來說 他們沒有想到說呢 會有這麼大的一個水量 所以它旁邊的邊坡沒有強固 所以當這個洪水下去之後呢 你先不用管它上面的柏油馬路 你當你下面的土石一直被掏空 一直被掏空的話 你柏油馬路你不用管 你下面沒有地基 砰 就不見了 所以它這種掏空跟我們看的天坑 或者是說哪個路段 在轉彎的時候不見 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是整個地基 都被水給帶走了 所以它的土 是直接一整段都不見的 然後在比較市區的地方 在杜夏村這些地方的話 他們的水量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過去來說 他們沒有想到說 有一天在瑞士 在阿爾卑斯山三角 我要有那麼大的排水量 所以全部都擠出來了 所以他們的市區全部都漫流出來 連車子開著開著 人就不見了 你以前如果看到瑞士 這種鄉間小鎮 那是人間仙境 多麼美麗的地方 多麼安逸的地方 你現在感覺多可怕 過去來講 每個地方隨便一拍 都是這個明信片的風景 但現在來說 可以看到 這個狀況 它把所有東西都可以衝走 最可怕的是 我們看了一個畫面 貨櫃停在旁邊 在這個集散場裡面 貨櫃也被衝走了 所以貨櫃是在水裡面 就像是這個殺人兄弟一樣 撞來撞去 最後撞到哪裡 把橋墩給撞歪了 所以大家就想說 現在來說的話 在瑞士這個地方 下雨還在持續 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不知道會有多麼大的 一個災情持續會發生 而且以前 你就在這個所謂的亞洲 或者在日本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車子被從水充走 現在瑞士也一樣 對 在阿爾卑斯山這個畫面也是 它就是因為水太大了 所以你路面停的車 就這樣子 一路就掉了下去 因為它原本是停在 比較靠近裡面的 但是因為被掏空之後 感覺上 就是直接在這個水上面 然後掉下來之後 一路飄 一路飄 就給衝走了 所以這個情況發生之後 當地人也嚇到了 說30年來 沒有看過這麼可怕的 一個下大雨 也沒看過這麼可怕的 一個洪水 另外就是這樣 我們才講到的 都可能想像貝加爾湖 這個蘇武牧陽 北海邊的這個地方 現在剛剛講的 透過一個火車的第一視角 現在這個地方 居然出現森林大火 一樣是雙個畫面 我們看一下 貝加爾湖 可以說是亞洲最漂亮的湖泊 甚至可以說 全世界最漂亮的湖泊 它的那個湖水 這麼的一個清澈 你從上面往下看 可以 湯透到地 看到湖面下面 數十公尺 結果呢 在這個地方 竟然發生森林野火 這個森林野火 為什麼會發生呢 過去來講 貝加爾湖因為尾度比較高 蘇武牧陽北海邊 你應該都很冷的地方吧 平均溫度 6月平均溫度 10度 現在來講到35度 所以火就燒起來 野火一瞬間 五個地方全部燒起來 這是什麼畫面 這是在火車裡面 這個駕駛 在駕駛室裡面 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往前開 因為你看到了很多的煙霧 你不知道你繼續開到的 終點 是車站呢 還是一個災難性的在等它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貝加爾這個地方 也是出現這樣的狀況 這個熱真的已經變成 這個世界普遍的現象 從華盛頓到墨西哥到科威特 到沙烏迪阿伯 都熱爆了 所以今天在華盛頓裡面 有一個小學 本來今年2月 弄了一個新的蠟像 這是林肯的蠟像 就沒想到 他的頭斷了 他的腳斷掉了 目前為止 好像全世界被這個高溫籠罩 特別是美國 美國的這個墨西哥 美國的這個華盛頓跟墨西哥這邊 是被一個叫做高溫窮頂所籠罩出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看在中東的科威特跟沙烏迪 也類似是這樣的局面 那到底熱到什麼程度呢 人家就說 今年可能是有史以來 最熱的一個夏天 我們先來看一下美國 美國華盛頓 這個附近來說有一個小學 他們想說 我們要紀念這個林肯 所以我們在今年2月的時候 弄一個這個林肯的蠟像 那林肯蠟像 為什麼要弄蠟像 因為他想說 我們盧溫度也沒很高 放到夏天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結果沒想到放放 放到沒多久之後 抱歉最近已經變成是這樣的 最近來看他的腿 已經完全扭曲了 另外他的頭也不見了 只剩下當初來支撐他頭的一個 甚至木材在那個地方 然後頭就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溫度太熱 這個地方沒想到 居然溫度已經來到37度 38度了 熱到什麼 蠟都融化掉了 他說連著三天高溫 他這個蠟像受不了 對就融化掉 融化掉的時候 林肯變成是無頭的一個人 在這個地方 好 那我們講除了華盛頓之外 墨西哥最近也是這樣子 墨西哥當地來說 已經來到45度的高溫 那45度的高溫怎麼樣 他們現在這些人在搶救什麼呢 他們當地有一個非常 已經算是拼臨絕種 叫猴猴 猴猴 就是當地一個特有的這個猴子 就我跟你講 因為高溫的這個關係 他們也受不了 受不了就很多猴猴的人 他們就倒在地上 一個一個倒在地上 對他們現在這些 所謂救難人員趕快去救護他們 然後甚至都把他們送到醫院去 補水啦 或是說給他們養分 因為目前為止 全世界只有234隻 可能這一次來說 他們就說 哇 經歷過這個浩劫 猴猴恐怕會少了更多 好啦 除了這個美國之外 我們剛才不講 科威特跟Saudi 之前很熱嗎 前一層我們在講 賣家的這個朝聖 結果現在最近熱到什麼程度 你可以看到 這不是假的 這什麼 交通錐 交通錐放在那邊 放了那麼久之後 因為太熱太熱之後 他就軟掉了 軟掉就整個趴在地上 交通錐化掉了 太熱太熱 熱到這種程度 好 那不是只有這個 科威特這個樣子 保證這個什麼 這原本是他們 我們台灣人 不是上面會有水塔嗎 對 他們原本也是個水塔 就是鋁的那個水塔 或是說這個鐵絲的水塔 結果過熱之後 他居然就融化掉了 可是你在沙布達爾夫 照樣你應該很習慣這種熱啊 對啊 那因為為什麼 因為當地的溫度已經來到 約50度左右了 那真的對這個所謂鋁 那些核心 真的是太熱太熱 而且可能又不斷的 他會自己集中熱量之後 就整個融化掉了 所以連水箱都融化掉 好 回程 我們既然有注意到說 在南韓有一個鋁電子場 然後鋁電子場爆炸 爆炸了以後造成20個人死亡 後大家欣賞 怎麼很多是中國人 那不應該講 他是中國的朝鮮族 是在中國的東北 後來才知道說 在南韓有很多 中國朝鮮族的婦女 在這裡打工 是啊 其實這起悲劇 目前已經證實有22個人死亡 而這22人死亡裡面有19名 就是你剛剛提到的是 中國的朝鮮族 就東北這個部分 那現在有大家都去追問 之後發現這家公司 竟然有100多名的 這個中國的朝鮮族的工人 在這邊工作 然後有一些就是倖存者 他因為排班的關係 那一天並沒有在現場 他說我們這些全部都是同鄉的 那我們為什麼來這邊工作 因為中國的薪資真的太低了 他就說他們在這邊工作 每小時的時薪 大概換算成人民幣的話 大概是50塊人民幣 但是他們即使是到北京的工廠工作 每小時的時薪 頂多就是26.4塊人民幣 那他說我們在這邊 南韓這邊工作的話 我們如果有加班費 一小時還可以再加50% 換句話說我們如果認真工作 然後認真這樣賺的話 我們一個月至少可以賺到 1萬多塊人民幣 那這個換到中國去 是沒有辦法賺到這個錢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之下 越來越多的中國或者是朝鮮族人 到南韓這邊來工作 最重要原因就是 中國這邊就拍特坦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賺到以前那樣的錢 所以越來越多人就過來 那事實上 如果你沒有到國外去工作的話 你再留在中國的話 你會面臨到什麼狀況 就是你就算領很低薪的錢的一個情況 你還是會面臨到你可能錢 根本就收不回來 要不回來一個狀況 包括就是之前的遼寧省大聯市 他們曾經就發生過 事實上這一家公司 他們這些是員工領不到錢 領不到錢之後 就去跟公司要錢 結果沒想到這個公司不給錢 竟然還叫武警過來 然後就跟他講說 我要維穩 我要維穩 你幫我把這些聚集在這邊的工人 給驅趕走 所以呢這個當局 他們就派出一個特警來鎮壓 還跟這些工人要討錢 這些工人來發生一些衝突 然後呢其實那些工人就心想說 不是我這邊是來為了我的薪水來 你警察不去抓這些公司 無良的公司 你來抓我幹嘛 但沒有辦法 他們就是不管 因為人家公司是有靠山的 叫特警來鎮壓你工人 就是這樣辦 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現在講 他是經濟蕭條 在經濟蕭條裡面 東三省經濟更蕭條 所以沒有想 這些朝鮮族的婦女肝冒 要非常危險 非常惡劣的環境 都要出國打工了 是 而且這種情況 你現在發現講說 他們自己就去調查之後才發現 事實上在南韓 像這種理電池廠 因為他工作條件不好 而且是還蠻辛苦的 所以呢你知道整間工廠裡面 其實是中國級的員工 遠大於這個 他們當地南韓的員工 那你現在類似的 中國的一個維穩 或者是被欠薪資討債的情況 越來越多 這也就是為什麼 你看到類似 這一種員工上街頭的事情 會越來越多 因為這個中國不好賺錢 包括今年中國的前五個月的 一個財政統計數字 你知道非常誇張 證交稅的這個印花稅 竟然年減多少 年減50% 這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根本沒有什麼交易 就是中國股市狂跌 完全沒有交易 那包括其他的印花稅 一樣也是下跌了18%左右 所以就是說代表著中國景氣不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內部自己的內捲的情況很嚴重 大家也都不敢消費不捨的交費 沒有 剛才講碰到了現在 非常的熱 非常的熱 我就要開冷氣 開冷氣你就擔心電不夠 這樣會燈昨天錄到一半 還停電 我們希望不要碰到這種狀況 可是你說 現在有一支股票 剛剛講非常重要 就大家股票都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可是內元股像雲爆 已經好幾根漲停板了 現在來講的話 股票市場到了22000年 大家都很緊張 你看台積電稍微動一下 像今天下跌 大家都很抖 嚇死了 但是這幾天來講 只有一支妖股 只有這一檔股票 他們都說 這個東西來講 根本就撼動不了他 就是雲爆能源 所以你就在台電賠債多錢 台電都快慘了 沒有關係 而且台電的股東還罵 我都領不到 台電股東很可憐 我都領不到任何的錢 就雲爆賺翻了 現在雲爆能源來講的話 為什麼台電跟他 根本就是負相關 只要台電月虧的話 雲爆能源 他在另外一方面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喔 他是賺錢的 因為黃仁勳說要來台灣 要加強投資 要買綠電 他買多少綠電 要買一億度的綠電 一億度 我跟你講 你全部給他搞不好都還不夠 所以呢 當今天這兩天呢 有多少 他拿多少 他有多少 收多少 想想看喔 黃仁勳他出手去買 那時候台電去買綠電 最多不是買到快十塊錢嗎 黃仁勳會跟你客氣嗎 而且他們這些東西 你投資下去之後 你的數據中心投資下去 你可以沒電嗎 不可以 你不能沒電 不能像姚慧珍一樣 錄影錄到一半沒電 他們的數據中心 想像是區域型的數據中心 是不能沒有的 所以呢 再貴我都得買 所以雲爆能源你看喔 這個東西 先來看 他先是從一個平盤之下 第一天從平盤拉到漲停 一根大紅棒 然後接下來 漲停 漲停 今天大盤跌成這個 史上一片 他又要拉 拉了半根漲停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如果是台電 那沒有辦法 你就得承擔 你各位的那個最近的電費賬單 等你收到的時候 肯定是一個大驚喜 因為又漲價 然後你現在又開 開很兇 你一定完蛋 但是你想想看 誰會得利 雲爆能源 雲爆能源現在來講的話 他的獲利是非常非常多的 你看到2023年 他一整年的獲利 EPS是8.77 我們的護國神山 第一季也是8.7塊 可是你想想 人家一季 人家一年賺移你一季 可是台積電 他是非常辛苦的 台積電要起飛 他要把所有的 你的一些相關廠商 他像是一個航母戰鬥行員 要一起拉起來 可是雲爆能源 你只要有人要買 我就去收電 收了電之後呢 不管你廠商要不要買 在黃雷區出現之前 你台電要不要買 要買 你要買的話 那你多少錢 我說了算 現在對電的需求 越來越高對不對 剛剛你看到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小琉球 整個島都沒有電的 你很多人在內湖 錄一錄也沒有電了 然後告訴你 我沒有缺電 我只是斷電而已 我們先來講 什麼叫斷電 什麼叫做缺電 當你的電網韌性不夠了 當你的備轉容量不夠的時候 你雙數 動不動你就跳脫 動不動你就跳脫 你說這是跳電 實際上你的真實真相 就是你就缺電 你要是備轉容量夠的話 你就不會三不五十跳電 可是我的備轉容量很高啊 這個東西不要再相信了 小琉球我常常去潛水 你知道嗎 小琉球 這個島就是多大而已 而且來說的話 你竟然會出現一個島 整個都跳電的情況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你們的準備的量 你們的備轉就是不夠 因為他們 遊客來然後呢 居民來 用電之後呢 冷氣開下去的話 當你沒辦法負荷的時候 有一個安全機制 那就跳了 所以呢你說他電夠不夠 肯定是不夠 然後呢 在新北淡水 很多的朋友看到這個都氣死了 你還沒有搶修完 你就先發新聞稿 我說欸 叫大家保持冷靜 欸 很軟耶 你現在站著說話不腰疼耶 你自己跳電 然後呢 叫大家保持冷靜 然後呢淡水大廳電完 然後呢 內湖也是大廳電 所以現在來講 真是遍地瘋火啊 大家只求一件事情 電真的不夠 但是你要跳電 你就跳別的地方 你不要跳到我 我覺得我最困惑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都是搞電 那你台電賠錢 台電賠錢 雲爆大賺錢 那另外呢 我們看到台燕也搞了一個綠能 那綠能怎麼也賠錢呢 華健哥你知道嗎 如果你是要賺錢 你就是學雲爆 反正呢 你就去跟人家收這些電廠 收完之後呢 有人會跟你買 黃雷俊會跟你買 台電會跟你買 但是這個真的很神奇耶 大家都在搞這個 怎麼大家賺錢 就你一家賠錢 台燕去弄了一個台原綠人的子公司 但是為什麼他會賠錢呢 因為他把所有的暗場 大部分的暗場都交給民間電廠 所以呢 他等於說還沒有賺到的時候呢 就被民間電廠先給吸一波了 所以他拿到手上的喔 就已經是貴的電了 所以呢你想想看 他在做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他就沒辦法在這邊獲利 然後一直賠錢一直賠錢 他最嚴重的事情是說 他竟然去年可以虧到2.5億耶 2.5億什麼概念 他原本在這個事業 做綠人的事業 剛起動的時候呢 當然事業一起來 不可能馬上賺錢吧 他一年 2022年只賠了79萬 你竟然可以從賠79萬 到賠2億多 所以你到底在搞什麼 一定就是你不專業 或者是你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日本的媒體現在大幅報道一件事情 就是在中國的蘇州 有一對母子而要上校車的時候 居然被砍 砍的那個人本來還想衝上校車 繼續砍 幸好被擋住了 對 那我想說這件事情 為什麼在日本引起了軒然大波 當然第一個就是 但是我沒有想到日本在蘇州的人很多 蘇州居然是日本的大本營 對 沒錯 實際上最近一段時間 你看這個日經新聞的首頁 就發了這個 日本人母子在蘇州遇襲 這是他們首頁裡面 那不是只有日經這樣報 連NHK TBS等等 中國的日本的大媒體 全部都在報導 他們很緊張 為什麼很緊張 因為第一個 這個發生的地點在蘇州 那蘇州其實是兩種人最多 一個是台資 一個是日本的這個企業 為什麼 因為台資過去跟日本的企業 很多在合作這個地方 然後日本人呢 為什麼喜歡蘇州呢 他認為這個蘇州 比較有文藝氣息 比較有這個文化氣息 所以他們日本人都在這個地方 有非常多的工廠 對 結果沒想到最近 之前已經發生過一例了 就中國民眾 砍傷日本人的這個狀況 結果沒想到24號下午又一例 而且這一例被砍的是學生 而且為什麼學生呢 因為一對母子 他們準備要等待這個日橋的 這個學校的這個車子 就準備要上車之前 突然之間有一個中國男子呢 就拿著這個刀呢 就一直砍 一直砍的時候結果沒想到 他們當然就往車上跑 結果沒想到 這個人還要往車上去跑的時候 還去追殺 對追殺 結果沒想到後來有一個 中國籍的女子呢 就來阻擋他們 另外是校車的工作人員 就砍到重傷的這個狀況 後來是因為旁人呢 把他整個制服之後呢 這件事情才落幕下來 但這件事情 讓大家很緊張 為什麼 因為實際上我就說已經是第二起 發生在蘇州的這個事情了 第二起 所以很多人呢 因為發生這一起 顯然 砍小孩子 你這個真的是有一點點太過誇張 而且他小孩子學齡前 只是幼稚園的小孩子 對 你居然對他下仗重手 而且現在日本人很緊張的是 現在會不會有一種 中國人看到日本人就開始行凶了 對 沒錯 所以因為發生這件事情之後 日本的所謂他們的駐華大使 在24號的晚上就說 在中國的所有日本人你要小心一點點 有這麼嚴重 對 沒錯 然後他又說 因為為什麼最近的中國的公園啊 學校啊 還有地鐵都發生了這個商人事件 他說外出使一定要注意周遭的這個狀況 所以那因為 這個砍人是在24號對不對 所以25號的話 這個蘇州的日本人學校全部都停了 因為為什麼他們大家都非常非常緊張 然後連上海北京其他日本人學校 也都加強了警備 然後你看我就說日本人很重視嘛 你看 ANN他去了 這就是發生事件的這個蘇州市 然後訪問當地的這個日本人就說 夫人不敢出門啊 小孩也怕得不敢出門啊 然後還有一個 我有小孩所以很害怕 原本要上班臨時就請假了 對 所以那事實上 這件事情在日本轟動 但是奇怪的是什麼 中國媒體完全沒有報導 日本媒體特別講喔 中國當局完全沒有報導這件事喔 而且中國媒體也沒有報導喔 你說中國人根本不把當一回事 對 中國完全沒有報導 居然上了日本新聞 對 而且這件事情呢 曾經出現在微博上面 微博上面大概是20分鐘 20分鐘之後呢 就沒有了 就沒有 完全就沒有了 這個消息 那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日本當然很緊張嘛 所以你看日本的學校現在為止來說 你看這個還拉了這個高壓電在這個地方 然後通知24小時的這個監控 而且都禁止你外這個外人進去的一個狀況 他們非常非常緊張 那甚至你知道 因為目前為止來說 中國有一股弄所謂的反日的這個情緒 所以這個日本人的學校他還故意怎樣 保證他這以前是這樣 蘇州日本人的學校對不對 還很大啦啦的這個學校名稱讓你看到 現在沒有 先把它遮起來 用書再遮起來 對 不想讓你知道說這是我們的這個學校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可能看到日本就會很生氣 所以中國人排日已經在中國的日本人感到害怕了 對 沒錯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來說 還有一個 這個是叫做他們這個一個拳擊手 一個拳擊手他叫李邦 李聯邦 就變成他講什麼 因為他在抖音上很紅 那為什麼會很紅呢 他很多短片都說什麼 我要打死日本鬼子啊 反正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還說什麼打死不犯法這樣的狀況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我們講蘇州有一個叫蘇州高新區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很多台資企業 還有很多日資企業的這個地方 我幾年前曾經去那邊參訪過 很多企業真的是 日本跟台灣合作的都非常多 像什麼PCB 印刷電路板 很多在這個地方 就沒想到 當地還有這個日本的風情街 你去的話 其實很多日本料理 在蘇州是還蠻不錯的 但是沒想到現在呢 他們刺死了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來說 日本廠商日東電工離開了 然後Panasonic的蘇州廠 在2021年就離開了 那現在日本廠商很多都可能要離開 甚至連三星的這個廠也是要離開 那不只這樣 其實連台灣廠商都跑了 台灣廠在過去的 現在蘇州有非常多嘛 像什麼這個晶圓電一大堆 全部都跑了 為什麼 因為目前為止中國的氣氛來說 不只不適合經商 它那種排外 特別是日本人來說 應該感到非常非常的害怕 我們常常看到的美國 有很多非常好的 這個所謂的女性飛行員 我還看過一個 有人講說 全世界最危險的工作是什麼 是在飛行甲板上面 就是在航空母艦上面起降 這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工作 可是沒想到很多F-18的飛行員 都是女性 那台灣呢 台灣現在我看到這個影片 也是 這個就是F-16我們的飛官 到了美國受訓 他完成受訓 而且非常特別的是 以前這種受訓他只能穿便服 結果他穿這個所謂的飛行服 不但是穿飛行服 他的成績還非常優異 對 沒錯 那麼這個是我們台灣第一位 F-16的這個女飛行員 參加美國的這個所謂的 空軍飛鞍班 那麼總共有16個國家 那不一樣的地方在什麼地方 他們經過六個禮拜的受訓以後 以前因為美國跟台灣沒有邦交 所以一起合照的時候 有時候會讓台灣的這個飛行員 那麼穿便服 但各位注意一下 那麼這位的女飛官叫張詠軒 那麼她是用自己上位飛行官的這個 官階跟飛行員的衣服 直接在這個結業室裡面 跟大家一起拍照 那麼差別在什麼地方 也就是美軍不再像以前遮遮掩掩了 美軍不演了 直接我們的這個相關的這個備章 直接也不施也不改也不塗 就直接讓他出來的重要 那這位這個飛官呢 那張詠軒呢 事實上他的表現非常優異 他是台南人 他在小時候就很喜歡戰鬥機 所以後來他就考進了空軍官校 然後用第二名優異的這個成績畢業 這一次也被我們送到美國 參加這個美軍的這個飛安班 那麼這個受訓 所以他的成績是非常優異 除此之外呢 那麼我們還有一個好消息是 我們不是有總共有140幾架的這個F16AB 然後來把它改裝嗎 對 這個改裝那麼完全 這100目前為止的140架 全部改裝完畢 而且呢比較特殊的是 他飛到美國改裝了以後呢 直接飛回來 寶傑你有沒有聽到哪裡不太對勁 要空中加油 飛到美國了以後 直接從美國飛回來 這個我們要感謝那麼 馮世寬這個等於說啊 馮世寬為什麼呢 馮世寬將軍啊 那麼當時是有他提議 本來是要用這個船運的方式 像幻象2000就用船運的方式嘛 他堅持要飛回來 所以台灣的這個140架的F16AB升級啊 有沒有相關的空中加油的設備 當然有啊 要不然他怎麼飛回來 對 他怎麼飛回來 所以我們的飛行員 有沒有這個接受過 所謂的空中加油的訓練 他一定要有 當然要有 不然我們的飛行員 怎麼把飛機在半空中接受 空中加油把它飛回來嘛 所以呢這個就是 所以飛回來也是一種訓練 飛回來也是一種演習 沒有錯 那麼除此之外呢 我們不是還有66架的F16V 就是全新的 我們剛剛講的是F16AB升級 奉展專案升級成F16V嘛 那他當然沒有全新的F16V啊 來的更好 這66架全部放在台東 而且呢最新的消息是啊 那麼美國開發 專門針對這個全新F16V的電戰設備 跟包括反電子干擾設備 還可以去電子干擾別人的戰機的 相關的設備啊 也會用在我們全新66架的F16V裡面 馬上有可能會交給台灣的 AGM-84K的相關的 可以攻打這個 也叫陸地也可以攻打中國 這個船艦啊 射程高達270公里的 AGM-84K啊 直接放在我們的相關的 這個F16V這個飛機上面啊 所以我們的F16V 那麼報告大家一個更新的消息啊 這66架的全新F16V 都看得到中國的殲20戰機 而且瑞德 最近傳了一個假消息說 欸我的飛行員我不想幹了 我花300萬我就退休 可是他不是喔 他說沒有呢 你如果是發花你飛F16V 如果你想不幹了 你要跑掉 差不多1500萬 所以之前那個300萬是唬爛的 對沒錯 所以呢各種各式的這個認知作戰呢 都會出來啊 那我們現在的訓練跟大家不一樣 馬上下個月登場的漢官演習 不再像我以前的特種部隊 都是扮演紅軍攻來攻去嘛 像在演習 像在演一樣 今年不演了 今年也就是 那麼直接下達命令 所以今年的阿兵哥會很可憐 為什麼呢 半夜也得以防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那麼就在幾天前啊 賴清德當總統以後 第一次F16V有六架 換向兩千兩架 跟相關的這個空中預警機啊 吳預警半夜下達這個演習命令了以後呢 半夜凌晨全部出發 從花蓮上後就出發 那麼當作如果萬一發生真正的這個 這個台海狀況的時候呢 還有我們的花蓮加山基地 主跑道被炸了以後 如何利用跑道更短的副跑道呢 馬上降落 這些我們全部都在實戰化的演練 那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演習 非常的特別 他講說我們就是夜航 夜航有什麼了 他說沒有 夜航你看不到 他說你要相信儀表 他相信儀表什麼了不起 他說相信儀表 是跟你的本能 是完全衝突的 對 沒有錯 那麼為什麼要 這個夜航要相信你的儀表嗎 過去聽過所謂的空間迷向 什麼意思啊 飛行員飛到這個空間半夜的時候呢 海上跟這個天上的星星會分不清楚 最後竟然以為自己飛到天上 結果竟然直接倒在沖 塞在那個海裡面啊 我以前也不相信啊 有一次我半夜抓飛機的時候 第一次他產生空間迷向 我才相信那是真的 為什麼呢 你真的會有錯覺 雖然只有短短的一點時間啊 飛行員我問你 如果你產生這樣的空間迷向的 這個錯覺的時候 你怎麼辦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求 飛行員全部相信你的儀器 而且都是夜間飛行 你不要相信你的直覺 因為以前都是相信自己的直覺 看看儀器這樣輔助嘛 但是當你空間迷向的瞬間的時候呢 你會突然間弄住 然後突然間驚慌失措 就在那短短的幾秒鐘 你可能飛機就站下去了 所以現在呢 訓練夜航 因為敵人不會選擇半夜不來 訓練夜航 讓我們的飛行員知道 可以習慣夜航之外呢 更要訓練這些飛行員 半夜的時候 晚上的時候 相信你的儀表 而不是相信你的直覺 好題目 雖然美國不賣給我們空中加油機 可是真的像瑞德講的 如果我們的F-16 可以用我們的飛行員 從美國飛回台灣的話 在空中加油加好幾次有耶 那加好幾次代表 我在空中加油經過好幾次 這樣的訓練耶 對 美國不賣空中加油機給我們 但是問題是我們旁邊的日本 有空中加油機啊 也有美國的空中加油機啊 而且你想要想想想想 以前在賣F-16給我們的時候 他們是把空中加油機那個所謂管道把它封掉 它讓台灣沒有辦法去做空中加油 為什麼 因為怕你打到北京去嘛 所以你編空中加油的話 你有可能飛到北京去投擋 所以這時候呢 但是美國現在已經開始 啟用了這種空中加油的戰術系統 這代表跟你講說 你的F-16是可以長期在空中滯留的 那這個是一個台美合作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象徵 我有一次曾經到夏威夷的某個軍事單位去 那軍事單位去以後我就繼續一看 因為他們準備開一個像這種班 就是說有一個授訓班 我們常常會有一些軍人 或者一些國安人員 都會到美國去授訓 然後我看完之後呢 結果他問我一件事情 他們主任問我說 你有沒有覺得什麼不一樣 我說什麼不一樣 我說跟他們講說 我進來的時候看到整面的國旗 各國的國旗 合作的國旗 沒有中華民國國旗 但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旗 但是進到裡面看的時候 完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人 只有各國來的軍人 包含台灣國來的軍人 那先是什麼事情呢 他說有一些事情不能講 什麼事情不能講 就是台美之間的合作 是確確實實 紮紮實實在進行 但是因為國務院的政策 所以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旗 但不能放中華民國國旗 但是事實上跟中華民國之間 有這個所謂的聯繫關係 而且也會有深厚的關係 你知道在演習 以前我們演習的時候都有腳本 這真的有腳本 你在幾點幾分要在哪裡出現 在幾點幾分可以吃飯 在幾點幾分可以休息 那都已經按表操客了 是啊 那就像演員一樣 但是今年來 今年來講的話 其實美國已經意識到了 如果老共真的要來飯的話 基本上他不要照劇本演出 他一定是什麼 來真的吧 來真的話你怎麼因應 所以就要看你不足的部分 因為為什麼呢 這一兩年內 有一百多名以上的美軍教官 都來了 總要驗證吧 驗證完 驗收是什麼 這個就是漢官演習是驗收 所以看起來說 美國真的是手把手的 教台灣怎麼打仗 怎麼進行國防的防衛 這到底怎麼回事 之前黃國昌在開記者會的講說 你去跟這個超市買的這個蛋 沒有合約 沒有合約 你還少算了六百萬 六百萬顆 結果超市 結果農委會出來說 沒有啊 我們只是算法不一樣啊 答案都一樣 一顆都沒少啊 把農業部自己捅出一個大樓子了嗎 為什麼因為黃國昌在講說 我原本五月三十號跟六月份 你分別給我的兩次數據不一樣 第一次你給我十八萬箱 第二次你給我十五萬箱 或是說這到底少的這三萬箱哪裡來 結果農業部你知道他回答什麼 一個叫做我第一次給你日本規格 就是說我一箱呢十公斤 第二次呢我給你台灣規格 一箱十二公斤 鬼知道啊 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你知道農業部自己把一個廠商給招任了 是不是先前大家問說 你雞蛋為什麼跟超市 為什麼提供給他 你的合約給我們看 你的合約拿出來對不對 寶貝哥請問一下他有沒有拿出合約 他拿出了嗎沒有 沒有吧因為超市 從頭到尾沒合約 所以他為了要圓這個謊 他講出說我們是跟另外一家量財公司 這個簽的合約 不是啊各位 嚇死人了 我們是不是聊了蛋的事情的時候 聊了非常非常非常久 請問一下有量財這個名字出來嗎 沒有嗎 農業部所公佈的合約裡面 公佈的PowerPoint裡面 公佈的資料裡面 有沒有量財沒有量財 從頭到尾沒有 結果現在突然很空跑 所以大家去查 後來發現搞什麼啊 你根本就是轉賣嘛 為什麼 因為怎麼會不講 我們在2022年的時候 日本對不對 我們先8月份簽了一個合約 我們跟量財公司簽約 結果到了9月份的時候 我們直接把錢 全部拿給超市 各位你有沒有仔細再注意到一個大問題 因為理論上 我們跟量財合約對不對 那應該錢要給誰 給量財啊 給量財啊 就會莫名其妙跑去給超市幹嘛 然後你會不講說 因為這個超市是我們實資實付嘛 因為他買的啊 所以我們就把錢給他 不對喔 因為按照法定的規矩 第一 你給量財是不是要經過比價 不好意思 沒比價 第二件事情 就算錢要給超市 那也是量財的事情 是你把錢給量財之後 量財再委託超市去買嘛 好就沒有關係 這個從頭到尾 農業部越講越糊塗 大家跑去查這個量財公司 你才發現哇 一查的事情大條 你知道為什麼嗎 跟超市一模模一樣樣 資本額一樣很小 就我們現在看到的 50萬資本額 做了2000多萬的生意 然後再來 我們去到實地的現場 發現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這個量財公司 一樣是掛羊頭賣狗肉的 空殼公司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量財所登記的地方 跟超市一樣 也是在高雄 結果不好意思 民生一路56號22樓 同一個樓層 有30幾家公司 又是搞這種游泥公司 所以農業部 越講越糊塗